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是林语 胡晴峰 文言 脸上更是人俊不知 他看向林语的眼神 宛如是一个职业拳手 在扫尸一个初中生一般 他呢 从小在对武术和玄学方面 就有极高的天赋 自小跟着师傅休息了这么久 能够一眼看出一个人 会否休息过玄术 他刚才观察林语的时候 能够看得出 这个人身影单薄 四肢纤细 而且手白嫩 没有任何老茧 像极了一个好吃懒做的公子哥 所以他能够判断得出来 这个家伙不止没有休息过玄术 甚至连功夫都没练过 所以现在这个人竟然 敢直接挑战自己 在他看来 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 以卵击石了 他内心十分自信 不出两秒 能够直接击晕他 不过 一旁的百人徒 听到林语要求和胡秦峰 比试身手 眼中不由善过一丝得意的神色 冲胡秦峰说道 你小子运气不错 今天能有幸见识见识 真正的高手 胡秦峰听到百人徒这话 眉头不由挑了挑 语气讥 冲白人徒说道 百人徒我真没看出来 你现在坐了几天 别人的手下 奴性越来越大了吗 百人徒听到他这话 眉头猛然一皱 显然有些动气 不过倒霉着急着出手 冷笑一声 希望你一会儿也能跟现在一样张狂 对于林语和胡秦峰的身手 百人徒十分了解 哪怕是胡秦峰这段时间一直坚持不懈的练功 但仍旧不是林语对手 想到在自己面前张狂了那么多年的胡秦峰 终于也要被人修理了 他内心不由也感觉到十分畅快 呃 胡大哥 那我们就在你这办公室里比吧 林语说完 扫了一眼这茶台桌椅摆设 以及窗子跟前摆放的那些个字画啊 仿制古文 切瘦比试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谁要是把屋子里面的东西打坏了 也算做书 怎么样 这个你大可不用担心 因为你可能都来不及打碎这些东西 就已经被我打晕过去了 胡秦峰听到林语这话 再次不由讥笑 接着扫了林语旁边的百人图一眼 哼 不过我再加一条啊 如果有其他人出手帮忙 那也同样算数 他虽然不把林语放在眼里 但是对百人图他还是有所忌惮的 担心百人图会出手帮忙 哼 你放心 这个没问题的 林语淡淡一笑 一口答应下来 他知道百人图就算是想帮忙 也不会有出手的机会 说着 他缓步往前走了两步 站到了中监控地上 家荣 小心 叶青梅的心陡然间提起来 双手紧紧地扣在胸前 满脸担忧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些个男人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的说 为什么非得动不动就动手呢 小子 准备好了没 胡秦枫 站在了桌子后面 动也没动 望着林语冷笑一声 准备好了 林语点点头 接着 冲胡秦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 他话刚戳出口 原本站在办公桌后面的胡秦枫 面色陡然一寒 双腿一曲一登 身子宛如跳蚤一般地蹭地一下 从办公桌后面高高跃起 鞋子里自上而下 拳头高高扬起 迅速地朝着林语攻过来 因为距离太短 眨眼间便已到了林语跟前 而林语呢 似乎也压根没有来得及反应 愣愣地站在原地 眼神都有些木呢 彩虎 胡秦枫眼中闪过了一丝技巧 他怕自己这拳砸下去 会闹出人命 所以快要击中林语的刹那 他陡然间话拳为掌 狠狠地朝着林语的颈部砍过去 但是 让他震惊的是 他这原本十拿九稳的一掌 竟然 砍空了 他眼睛猛地睁大 发现原本站在原地的林语 突然间没了人影 心头不由大为差异 为等他 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与此同时一道凌厉的风声传了过来 他背后顿时压力激增 身子猛地一转 下意识双臂往前一挡 嘣地一声 闷想过后 林语的皱子结结实实砸在他双臂之上 巨大的力道冲击他 登登登退后两步 然后 左脚猛地往前一蹬 这才 稳住了身子 胡秦峰面色猛然一变呢 他望向林语的眼神 带着无比的差异 但是尾时没想到林语的身手竟然如此出众 刚才他那一仗虽然没有使出权力吧 但就对于休息过悬术的舞者而言都没那么好躲 没想到这个人不止轻而易举地躲过去 而且还见招拆招对着自己防御最薄弱的后背 回击了一招 办公桌后面的干瘦老者看到这一幕也是大惊不已啊 他怎么也没想到 林语看似雷弱的身子骨竟然修习过悬术 而且实力不俗啊 百人图看到胡秦峰脸上精彩的表情 不由冷横一声 枯木般的脸 嘴角也是得意地勾了勾 好小子 有两下子呀 胡秦峰眼中先前轻蔑之意 顿时一扫而空了 他眼神锐利地扫视林语一下 脚下一蹬 伸手左右闪躲着朝着林语冲过来 他的步伐身法十分怪异 因为速度太快 陡然间在林语的肉眼里 化作了一些模糊的虚影 而且眨眼间便已到了林语的跟前 林语看到这一幕 面色微微一变 显得有些惊讶 玄宗布 不过随即他淡然一笑 在胡秦峰拳头攻过来的刹那 脚下也猛地往侧边一蹬 身子骤然间飘了出去 看看躲过了他这一拳 胡秦峰看到了这一幕 面色再次微微一变 没想到自己那么快的速度 这家伙仍然能躲过去 他双眼一寒 脚下加快了速度 朝着林语再次扑过来 想要再次发动攻击 但是让他意外的是 那个家伙速度竟然丝毫不弱于他 任他怎么追也追不上 他定睛一看才发现 林语使用的是和他一模一样的 玄宗布 而且单论水平 人家的玄宗布似乎还在自己之上呢 胡秦峰眼中惊骇之色更胜 要知道 这个玄宗布虽然不是玄术中多么高深的功法 但练习起来仍旧需要极高的天赋 饶使他和百人图这种少年成名的天才 练习了这么多年 也仅仅将玄宗布练习到中城以上罢了 而他从林语对玄宗布的驾驭自如来看 这个人的玄宗布水平绝对已经步入大城 所以现在无论他怎么努力 他也别想追上人家 想到这儿 胡秦峰索性脚下一尘猛的力竹 不再跟林语比步伐了 愣声冲他喝道 有种的就别只顾着逃 是男人就给我真刀真枪的拼一把 他话音一落 灯灯用力踏出两脚 整个楼层都微微发展 同时他双手握拳 快速地在空中打出两拳 因为这两拳打出的速度极快 而且力道极大 空气中顿时迸发出了 砰砰的炸裂之音 犹如惊雷一般 震雷三世 这可是悬术中顶级拳法之一啊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